特斯一位小学生写的作文 提诺就叫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不上班 平时就喜欢打牌 和看脑残的电视剧 一边看还一边骂 有时候也跟着哭 她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做的饭超级难吃 家里乱七八糟的 到处都不干净 她明明什么都做不好 一天到晚 忘记到晚 还天天叫累 说都是热了我 快把她累死了 和我一起玩的同学 小亲的妈妈会开车 她不会 小林的妈妈会陪着小林 一起打平堂球 她不会 小五的妈妈会画画 瑶瑶的妈妈 做的衣服可好看了 我都现在漏死了 可是她什么都不会 我觉得 我的妈妈就是个 没用的中年妇女 对孩子来说 妈妈其实是会拿来比较的 如果自己的妈妈不上镜 没有任何值得称赞的地方 她在同流人面前就会显得没自信 觉得自己妈妈也很没有用 如果是一个优秀上镜能干的妈妈 会让孩子脸上觉得有光 可以自豪地告诉同学 自己的妈妈有多厉害 希望每一位妈妈 无论何时 都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动力 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